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老师好 张男客气 来 我们刚才在私底下就聊过 今天的出场顺序很有意思 张男怎么看 对 因为今天说实话 皮尔木其实是一个偶然性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而且呢 我们今天这个出场顺序 确实 第一个出场呢 是起平分最高的管晨晨 那他第一个出场呢 据说他自己其实也有压力 但是其他对手也有压力 因为呢 他比完之后 他就可以看到后期名选手的比赛的情况 所以呢 如果他自己要完成好的情况下 他就做 就可以说是他的实力就是坐等拿冠军 但是确实皮尔木的偶然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还要看其他几位选手 自己的内心是怎么调整的 那么管晨晨在预赛排名第一 他的难度有多大呢 7.1 7.1是什么概念呢 第二名的难度是 难度第二高的是6.2 也就是在难度上面都能领先别人0.9 就是一技绝成 所以呢 只要他顺下来 那么其他选手想跟他争第一 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这里面还可以提到 因为有东道主的刘婷婷 而且也是女队队队长 而且呢 他在之前也得过这个世界冠军 也包括全国冠军 所以说其实他们彼此都是有各自的压力 那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今天比平衡目这个项目呢 我们看到选手的出场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准备赛台亮相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特别洒的姐姐们 就是女子项目的裁判 女子项目的裁判 目前在国际赛场上现役的全部为女性 现在参赛的八位选手 已经开始按照出场顺序 站上赛台 他们跟裁判员之间大概也只有两米 面对面 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一种赛台亮相 第一位出场的就是管晨晨 我们镜头给到 其实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管晨晨这个脚上穿的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它这个是一个保暖鞋套 因为有些运动员他可能脚就容易受凉 所以他要做好十足的这种保温 然后也是为他能尽快进入这个比赛状态做准备 但是第一个出场确实压力也很大 他很紧张 不过有的时候 我们在参赛的时候这个出场顺序 每个人可能这种 这种心里想的不一样 就有些人就希望 我希望我第几个出场 我希望第几个出场 但有些人他就喜欢第一个出场 然后有些人就喜欢最后一个出场 所以呢就是还是自己的一个心里的这个调整吧 浙江队管辰辰 预赛难度7.1 第一位出场的动员是浙江队的管辰辰 四叉跳上 接四叉一百八 接晓翻 他刚刚的这个连接串断掉了 剑子后直 接数分跳 四叉跳 接四叉九十 接横分一百八 接数分一百八 首翻前团 结束分跳 完成得非常好 一转三百六 大夸跳 接潜艇 接横分跳 接后刀叉 我们来看他的下法 键子去两周 完成非常好 管辰辰 管辰辰这套动作除了刚开场的第一串 就是从上幕开始在幕上再接两个动作 这三个连接稍微因为第二个动作完了以后脚下多了一步 断了连接以外 其他真的是完全滴水不漏 很漂亮 因为确实刚上场这个连接串 确实发力的时候容易紧张 但是他在后面调整得非常好 而且我们在他上一场的全能决赛当中他确实是表现的不太出色 因为出现了好几次的失误 然后也是应该在这个赛后教练和他做的总结和调整 你看他每一个技巧动作落幕 包括他的舞蹈动作落幕 脚下都纹丝不动 粘在幕上 很扎实 因为我们的话就很扎实 所以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坐等七位选手完成情况 虽然断了连接会稍微影响一下他的这个递分 但是因为他B级领先第二名都0.9嘛 所以问题不大 而且从他完成情况的话 他这一分应该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浙江女队在女团的比赛中呢 今年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后面全部连接都成立了 对 现在的规则平衡幕是 连接串有额外的加分 但是你起码要达到三个 所以现在越来越长了 这种连接变得 对 从那表现看 晚上说好 有点小激动 选手的这种激动啊 能看得出来 就是下了场以后 话不停 其实他本身也是挺能说的小选手 平衡幕的分啊 一般来说 会比别的项目打的时间要长一些 因为财团员要调回放 看一下 你的连接是不是中间的 你三个连接中间肯定是停两次嘛 全部都没有违规 没有调整 上身也不行 脚下也不能 全部成立 然后才给你把你的连接加分算上 反正我们可以 从他上法 第一串是有一个 很明显的断标了 然后呢 他的中间有一个 应该是跨跳潜艇 然后那串动作 他好像是一个四个连接 但是呢 他第三个完 接第四个时候 有嫌疑 所以有可能 裁判会对这个连接串 再做一个认可 所以就是 等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对 裁判员不但对连接要进行核实 他对 舞蹈动作的跳步 他也是有要求 就裁判规则是有要求的 达不到指标的话 也可能 不被承认 或者被 难度会降一级 所以挨个这么核算 时间就会长一点 对 但是在等分的时候 还是 内心挺胶着的 他也期待自己的这个 难度被认可 然后分 也能得到一个 自己理想的分数 在等分的过程当中 给大家回顾一下 在前面几场比赛中 女团的一个整体的成绩单 女团冠军是 东道主广东队 亚军是北京队 第三名就是浙江队 女子个人全能 冠军是广东队的刘婷婷 亚军是广西队的维小圆 第三名是北京队的琪琪 昨天结束了两个项目的 女子项目的单项 女子跳马金牌 琪琪 亚军于林林 第三名刘金如 女子高低杠 也是昨天结束的比赛 金牌范逸林 银牌程诗仪 第三名是刘婷婷 刘婷婷今年 就今天还要上 平衡幕的比赛 后面还要上 自由操的比赛 从我们现场看呢 就是在这个地裁那 还在 对应该可能是 对某个连接串呀 或者某个动作 可能有争议 有争议 所以还在 现场的第一和第二裁判 那边还在研究 如果 就是单项裁判 出分了 出分了 它的难度 降到6.7 低了0.4 对 完成分8.233 14.933分 好 那么从这个分数开始 下面要进行 七个选手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就是第二位登场的 东道姐队伍选手 预赛第九名 无然 直接跳上 上法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一些 手翻 直立后空翻 交换腿截环 后手翻 纵分跳 这是一串 交换腿 体刹跳 分腿跳 全体 180 挺身前空翻 哎 这个地方断了 这本来应该三个 连在一起的 在一和二中间 断了一次 挺身侧空翻 横分跳 路跳 自由腿低 水平的力转 360度 下法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这是一个成套 相对来说 在这一次的 竞决赛的 八个运动员当中 最低的一套 当然他也是 以预赛第九名 进来的 因为刚刚在 管晨晨完成之后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 所以对下一位的选手 他等的时间越久 他的身体可能 就会越僵 然后呢 这一名小选手 也是就是 参加的比赛的经验 可能也较少 所以他自己的 这个调动上 就欠一点 然后上目 完成动作 就会 就会勇抢到发挥 一般来说选手 都是用900下 所以他因为难度 小一些嘛 720下 对因为现在 下现在规则 这几年的规则上 就是对这个下法 好像稍微降低了一点点 对 不再要求 必须地组 对 所以有些选手 可能就是说 就是落地 要的是干净 那他有可能 就是需要选择一个 采取一个 这个C组的难度 对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落地 下法落地 你的干净 也能为你这整套 成套 还是带来一些 这个分处的提升 是的 就是因为规则改了 对下法没有要求 像从前那样 一定要地组往上 对 所以呢 选手为了正难度分 就把上法的难度提高了 但这名选手上法 就比较简单一些 现在有很多选手上法 我们都说 你看 把这个 助跳板 如果放到侧面 那就是个地组的网红上了 猜都能猜到 教练员呢 不仅仅是在 专项技术上 会帮助选手 平时生活中 都会像他的家人一样 照顾他所有一切 饮食 喜剧 而且这些孩子 他们跟教练相处的时间 真的会比家人都长 对 所以我们从小 就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 然后慢慢慢慢地 就会和自己的教练 就有点像自己的父母 然后时间一长了 就是因为陪伴时间 确实太长了 我自己 我记得我做教练之后 也是有感触 就是确实陪在 这个队员身边的时间更多 然后陪在家里人的身边 就会更少 但是确实因为 也是我们的工作 而且你们家是两位教练 男教练 女教练 真的是全身性地 铺在了体操事业上 是 我们从刚刚回放 能看到 他这个 他这个连接串 肯定就是没有了 中间这个断掉的 比较明显 但是从他的下边上来看 还是很干净的 好来看一下 广东队的无染 13.933 他的 难度只有5.7 在这次的 八个选手当中 应该是最低的 接下来登场的是 浙江队的陈妍飞 预赛的第五名 现在上场的是 浙江队的陈妍飞 向后倒立上 哎 完成很漂亮 见字后直 挺身前锋翻 接树分跳 接路接环 侧空翻 四刹接环 红分180 接树分180 立转360 没有 接着 去两周下 他的翻转稍微欠了一点 所以在落地的时候 手撑地了 他这一套 整套动作 在木上啊 完成的还是很干净的 基本每个落地都很稳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晃动 但是下法上 确实稍微有点可惜了 从这个画面可以看一下木的宽度 只有一个成年人 脚掌的 这个宽度 十公分宽 我们看他这个慢放 看他的下法落地 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落地 我们就会说 他的就是有点太想 太想站了 因为你想站以后 你的意识就会早 所以等于是动作没有做完 你想站就容易趴在地上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确实就是你越没有想法 发挥的就会越好 他太想站的话 他是提前放腿吗 还是提前做哪一步 会提前放腿 对有的时候 要么就是想法力的 就又会过 然后有可能就会坐在地上 或者躺在地上 这种可能 难度6.0 完成7.7 13.70分 目前在出场的 三位运动员当中 赞连末尾 接下来登场的是 东闹主队伍的刘婷婷 刘婷婷这次呢 是获得了 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同时在昨天结束的 女子高低杠比赛中 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今天他两场都要上 先来看他的平衡目 预赛 第四名 上法 思佳跳上 接胯掉结环 接后小翻 手翻前团 完成不错 思佳结环 思佳跳 接路结环 接后小翻 挺身前公翻 挺身前公翻 杨博跳 接后倒差 立转三百六 立转三百六 大胯跳 接侧公翻 结束分跳 漂亮这船 这样子七百二下 刘平平这套平衡目是最具美感 也就是他展现出了平衡目所需要的节奏感 韵律感 同时展示了一位女子体操选手 他的这个体型的这种优美 中间就是可怜你断了一点 对对对 今天婷婷这整套啊 发力很果断 而且他落地也很果断 对 而且今天从他一上场 他的那个面部表情就能看出他今天这个气势很足 他这个前团特别果站 就很果断的马上就站起来 他其实蹲的比较低了 但是今天他稍微有一点点 可惜就是他这几个连接串 断掉了两个 所以就会影响到他的起平分 但是他今天完成情况还是挺不错的 不愧是拿过平衡目世界冠军的选手 他很稳 就是感觉到是可以信任的选手 带上上大赛的话 队长的气势 对 他其实下来他自己心里 你要说他一点都不担心 也不是 他下来也会拍胸口 走上过去了 但是场上你看不出来 对 很淡定 你看他 就是成功之后下来都是释然了一下 对 这就是在场下是真心情 在场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竞技状态 那种职业的状态 对 在一个队里面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存在 它是一个核心稳定军心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看看裁判对他的地分是怎么认可 因为他今天上法的之后稍微也有那么一点点 然后看看裁判是否对认可 但是然后其他的那个断开就比较明显 因为现在长串连接确实很吃香 因为他的连接加分高 对 连接一串 就是我说的是短连接的话 0.1到0.2 你要长串了 再给你额外在这个基础上再加0.1 所以大家都这么干 现在因为上法和下法都含在 都算是连接串加分里 所以选手从上法开始 就是在连接 所以一般现在是三个动作 上法一个 在目上做两个 这是一串 今天好像这个屏幕比赛 都是大家都在交出和等待这个分 对 今天 我们从评论席大概50米以外 能够看到 第一和第二裁判 他们的背影 所以能够看到他们是不是有在核算分数 出分了 6分 难度6.0 完成8.533 14.533 目前排在第二 这是个不错的成绩 因为他毕竟跟前面的管辰胜的分差 难度分差比较大 所以他完全是一套完成分冲上来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王静盈 预赛第七名北京队的选手 北京队是这次的女团 银牌 队伍 地组的网红上 交换腿结缓 一组的舞蹈类动作 一套里面八个最高难度 三个舞蹈 三个技巧 两个任意 后手翻 一百八前软翻 阳波跳 后手翻 挺身前空翻 纵分跳 路跳 跳步他要注意开度 尽量做得更规范一些 挺身侧空翻 后手翻 下摆成 足目七座 跨跳结缓 七百二下 王静盈 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的还是很干净的 虽然路上也有那么几个小框 但是他自己还是控制的不错 而且下法的落地非常的干净 这名选手的身材挺高挑的 腿也是长长的 他平时在队里面 他是哪个项目比较不错 他的个人特点是什么样 他应该还算是 就是四项相对平均一点 但是跳马稍微偏弱一点 然后高频的水平 基本上差不多持平吧 应该还会高地杠在稍微的水平高一点 而且这个选手就是 我观察他今年要比去年有进步 而且在他场上比赛的那种感觉 还是挺冷静 也挺 就是让人感觉还是挺放心的 因为在比团体的时候 有些项目 就是也需要他去打头 因为打头的这个人其实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教练在选择 把他放在打头炮 说明还是很信任他 而且相信他能把这个头炮打好 而且这个 这个选手就是平时 看起来也是 笑容比较少一些 可能也是属于那种 冷美人 对 他的得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成绩是 13.733 第四名 好 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 是来自于湖南队的 预赛第八名 吕军亮 接下来标出场的是来自湖南队的 吕军亮 地组上网 手翻直抵后空翻 加换腿 劈腿跳 接环跳 横针跳 交换腿接环 测挺 前挺 路跳 后手翻 接环境 七两下 吕军亮 湖南队选手 体操选手啊 都是这种 个子 娇小的 还是比较多耶 因为确实 这个 在老师 选才的时候 也根据 他的这个身高 然后也会观察 他今后的 这个 大概的这个身高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他身高很高 他就不适合练体操 然后我们看到 刚刚这位选手 这个娇小身材 就是个体操的料子 对 这种身材 在平衡幕上 就很占优势 我们可能看到 鸽子高 比如说一米六的选手 他高低杠啊 自由操啊 很有美感 但是一旦上了平衡幕 就感觉像个巨人 在那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 这名选手 他去年是参加了青年比赛 然后呢 今年 可能是他的第一次成人比赛 所以就是说 这名选手的这个心理素质 还是不错的 而且能进入到这个 屏幕的单向决赛 能看得出来 他的队里啊 都是备受照顾的小妹妹 对 小妹妹 就确实是小妹妹 都坐在腿上 而且这帮小妹妹 也很漂亮 这样的 体操选手 我们都知道 你们肯定是先来看分手 14.40分 肯定是先看这个身体条件 但是我们觉得 你们会不会也先 选苗子的时候 考虑一下颜值 对 多少他还是要 你不能 这个 就是 因为确实这个颜值 还是对裁判的这个印象分 也很重要 好 下面我们看到的就是 广西队的韦小元 到立上 四叉截环 扬波跳 接到叉 立转360 小凡拉拉提 完成不错 四叉跳 接跨跳截环 接后小翻 镊子 前身前空翻 接竖分跳 接横分跳 现在是一千零八下 他的下法要明显比其他选手都难 在今天 就这次的全国体操锦标赛上呢 李小元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除了他的颜值以外 还有他的发饰 我们看他每场比赛都会换这个头花 别的孩子吧 就是扎一个高的马尾 然后用个红色的发圈绕着 他就会有各种蝴蝶结 然后我就想到了美国女队 对 美国女队每次的选手上场都是花极招展 对 把自己打扮得像一棵圣诞树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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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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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因为姑娘 就是自己就知道自己很漂亮 所以他就会更注意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而且确实 呃 我们以前总是扎一个头花在头上 然后盘起来 然后呢 这样有一个选 有一位选手能打个蝴蝶结 扎一个高高的马尾 就是感觉突然这个运动员很出条 对 所以他在赛台亮相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八个人里面 你一眼就能认出他了 我们其实从慢放来看 他这个动作 呃 在他前两场的时候 他这个应该是要接一个横分180 所以他这个连接串损失了 但是他的下法有加难 我的印象里 他下法应该是720下 所以他在决赛的时候 一个可能就是抱着一个 教练可能就是对他的这个侧领 就是一个是拼 然后呢 也是锻炼下他这个动作 然后成功了 那就锻炼成了 然后失败了 可以再积累经验 嗯 因为 这个平衡目的比赛是他在 呃 本场比赛当中 就是最后一次 先来看分手 14.600才能第二 他后面还要去比自由操的 嗯 所以他把自己难度储备 放在他的最后一套平衡目里 现在超过了刘婷婷 所以他的这个 那个连接断掉了 是一个小损失 因为他这个连接断掉之后 他的得分也会有影响 但是对于队员来说 我从这套来讲 我觉得还是锻炼淘汰自己了 对 大家可以注意看 他跟刘婷婷分差 其实很小 只有0.067左右 嗯 湖南队的前学家 接下来登场的是 湖南选手前学家 他也是平衡目 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 一赛成绩排名第六位 这种上法不是规定动作 但是大家都这么练 后手翻拉拉提 第一水平的力展 三百六 挺身前空翻 扬波跳 横分跳 这是一串 交换腿 扁插跳 胯跳结环 后手翻 下摆成纵目其坐 又是一串 胯分跳 跨跳 侧品掉了 今天总的来说 平衡目的 这个 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 他是最后一个 上场的选手 就掉了这么一个人 又是一个由三个动作连接成的长船 下法 后续两周下 福南队的选手 前学家 他稍微有一点可惜 其实这套的整体的实力 也还可以 而且他的动作还是挺 挺干净 稳定性也不错 这也是全场这次屏幕 唯一一个失败的选手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 八分之一的失误率 就是重大失误率 是很低的了 有的时候大赛啊 就是到了世界锦标赛 平衡目都可能摔掉一半的 二分之一的失误率 所以这次平衡目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女队 是给观众 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因为上一次调气节 可能影响 还是影响到 他一点的这个 整套的节奏 所以我们前面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就说到这个 管成阵 完成之后 就坐等后面 七位选手的完成情况 这种确实是因为 因为你难度 能够领先别人0.9 这么大 因为难度 它是一个硬实力 完成吧 要想 就是完成分成 还取决于 有可能这个裁判 手松点手紧点 所以你要有 绝对的硬实力 绝对的难度 才可以这么淡定的 等的颁奖 对 所以有时候 第一个其实出场 也挺好的 有压力呢 也轻松 比完了就等着就可以了 对 他不需要 就是 因为本身这个项目吧 就是自己跟自己比 对 你把自己准备好了 的东西展现出来 然后你都根本不需要 关心其他人 不过今天队长婷婷表现得也不错 比完以后大家东搜一口气 都喜笑颜开的 非常好看 还有几位 就是一下刘婷婷后面还有任务 她后面还有自由操 管晨晨后面也还要比自由操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获得冠军的是浙江队的管晨晨 获得亚军的是广西队的韦小元 广东队的刘婷婷获得了第三 吕军亮第四 吴兰第五 王晋莹第六 陈彦飞第七 前学家第八 好 女子平衡目的比赛 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稍微休息会儿 稍后为您带来男子双杠的比赛 我员会最后再担任务 第二名是让人来吃广西队的微操 还有第二名是来吃广西队的微操